Google一年一度开发者大会在美国盛大展开 除了有用于视觉辨识的Google Lens之外 Google Photo也有搭配AI新功能 邮件软体Gmail透过AI学习还能够做到智慧回信 新版作业系统Android O还有VR头盔 也都展示了最新技术的领域 台北时间18号 七千名开发者涌入Google总部 山景城海岸线原型剧场 主席长Sunder Peach High开场 推出视觉智慧助手Google Lens 用手机镜头拍下之后 以云端计算搭配AI 还能提供餐厅名字营业时间 甚至菜单内容的搜寻结果 以为就这样吗 Google Lens结合AI助手 就连即时视觉翻译也能做到 人工智慧机器学习就是本次大会重点 Google Photo搭配AI功能 自动选取上传重要照片 寄送给家人朋友不怕忘记 Google AI助手也宣告登陆 iOS系统与iPhone 试图挑战Siri的霸主地位 而新一代作业系统Android O 除了更省电跟稳定 多重子母视窗 Picture in Picture机能 让一边看影片一边回讯息 处理工作 再小小的萤幕就能完成 AR VR上机庞大 Google也宣布即将推出新款的 VR头戴式装置 不需传出线 手机电脑才独立设备 用户只要一戴上 马上进入虚拟世界 Google规划与高通合作 首播合作品牌为HTC Vive 和联想 此外看准直播商机 Google旗下YouTube 也顺势推出Super Chat 机能 包括影片回放超慢速录制 还能收取线上赞助 让付费粉丝更轻松 与直播主互斗 可以说2017年Google开发者大会 真的是惊喜满满 谢谢您的时间 和享受Google也宣布 新台新史文章组合报道